约会这事儿整体来说还是挺愉快的 但是,哎,是的,有但是 我们烟花没放成 因为行动力没了,这就很尴尬 我烟花都买了 那没办法了,约会今天就结束了吧 话说我现在又有新压力了 得琢磨着怎么把米安给弄过来一起住 现在肯定不行,房子太小 还没有米安家大了 当然我说的不是院子 人家毕竟住镇子里嘛 我这属于郊区荒地 今天算是浪了一天,也算是放松了一下 累还是挺累的,毕竟玩嘛 有时候比工作累 稍微打理了一下工坊,天色见碗 不过呢,我还是打算出去一趟 瞎矿啊 电单里有个做开关的,需要剪一电路 这玩意儿只能去一进挖,做不出来的 收获一般般吧 反正这次的订单应该能解决了 体力小好玩了 时间也后半夜了 好小伙,差点直接睡框洞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回屋睡觉 早起精神爽 出门吓一跳 贾斯迪跟个鬼似的站在门口等我呢 说是要弄个什么水量调查 有病吧 这玩意儿不是都有购买记录吗 我买了多少水 他们就没点数吗 不管这些折腾破事的人啊 我觉得不管是民兵团 还是那个赏金猎人 调查的方向其实都错了 之前有些事儿应该是没调查清楚 不过我现在也不太想过多的残货的事儿 有人找我帮忙我就随便弄一弄 齐恒找我了 这家伙更适合工作坊 希望我能帮他弄个煮茶几 萃取八倍精神茶 这家伙不要命了吗 咋不直接注射兴奋剂呢 不过人家要嘛 那我也做一个好了 这家伙顺便还跟我吐槽了一下 积德跑到他这里来乱动他的设备 好家伙啊 也就是齐恒比较斯文 要不我估计得打起来 哎 米安在这干嘛呢 听演讲呢 送礼物 必须送一拨礼物 看看人家多搞笑 积德虽然招生讨厌 但是毕竟是镇长轻点的调查人员 所以还是孜孜不倦的到处骚扰镇上的居民 比如这么高冷英俊的房医生 可惜房医生不说话呀 这可差点给积德憋出内伤 既上次败走老牛仔之后 这次有狼狈亏败 我突然发现看积德盘问镇上居民 有时候也挺搞笑 我流淡到山上 本来是想看看这边有啥事的 结果好家伙 被一个房间里的动静给吓着了 正在我惶恐的时候 彭虎出来了 听他自己描述的情况 好像这货在房里正在孤方自赏呢 一个情绪激动 把镜子给砸碎了 这 这么厉害的吗 绕了一大圈 最后彭虎让我给他做个镜子 啊 订单啊 这个好说 至于他炫耀自己肌肉的部分 我就自动跳过了 这家伙要求还挺高 一般的镜子不行 他要一个高科技镜子 还指明了要骑狠给他设计一个 这个嘛 倒也不是不行 但是得加钱啊 作为杀石阵的守护者 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缺钱的样子 在光明前会 我见到马蒂尔达和米格尔 两人正在争论水价的问题 米格尔希望能够继续提高水价 哎 为啥 现在水比油都贵了好吧 还要涨价 我这当工坊主的 要不考虑搬家得了 去波西亚小镇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他们见我来了 突然就不讨论了 马蒂尔达先行离开 米格尔很突兀的 给了我一个委托 还要让我拉上帕布洛和阿米拉 最后告诉我 预算只有1000金币 协会这么穷的吗 1000金币是不是少了点 不管了 先弄一下再说吧 一幅画的话 应该可以赚点吧 齐恒这边呢 听说要帮澎虎设计一款镜子 都有点懵 这玩意儿有什么技术含量吗 不过突然又像开窍了一样 决定要给澎虎设计一款 前所未有的镜子 看他这么激动 我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金额游戏中心 这个我投资了的地方 要不是上次约会来一趟 我差点都把这事个忘了 有一台打拳机坏了呀 过来看了一下 问题其实不大 三两下就修好了 其实就是被人暴力打坏了而已 加固一下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刚修理完毕 转头一看 海地来了 好家伙 这姑娘两眼放光啊 上来就开始放大招了嘛 几拳下去 直接打到最高分 之前把机器打坏的就是海地吧 太可怕了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